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金楼事务所 又是我CASA彭偉新 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三 今晚我相信很多投资者都会转转难眠 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大日子 美国联储局各方面的议息 会在星期四凌晨两点钟的时间公布 相信很多投资者都会与议息会议口 会后声明才会有好分 而近日美国出的经济数据仍然是相对壮旺 并非大家所担心在加作多次息之后 美国的经济会出现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 尤其是我们来看看 就算是房屋市场 最近出的数据都不是一面左右下跌 例如昨天公布8月份的建筑许可 在环比下跌了10% 而同比比较 仍然有1517000间 虽然比市场的预期低 但并非出现一个很大的下跌 再加上新屋动工来说 虽然整体仍然上升 但那个升幅比起之前一个月是低的 所以看到整个美国经济来说 经过这么多次的加息 似乎还未压到通胀下跌 那结果是怎样呢 那当然了 就一定是在说继续加息 那加多少呢 那今天呢 我都相信 几大机会是四分三里 那至于呢 就未来11月 12月呢 会加多少呢 那这个呢 我相信呢 暂时就 就未必可以是很准确地去预测到的 那即使呢 就今晚的会后声明 可能呢 都会放一些 是比较叫做鸣派的 就是叫做言论出来的 但是呢 未必呢 是会真正反映回 11月和12月的加息幅度 那所以呢 我想暂时大家都要 是容后再谈的 那至于呢 就是联署局的议息会议 就是有个比较大的 就是叫做 启示给的市场投资者之外呢 那也都要留意回呢 今天呢 是会公布回呢 就是上个星期那方面呢 那方面呢 美国的一些 原油那方面的储备 无论是讲的 那个的就是叫原油啦 气油啦 蒸馏油啦 又甚至是取乱用的 燃油也好呢 那都呢 是或多或少是反映回呢 那些油价呢 是会不会出现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下跌幅度 那因为呢 近日来说呢 看到的油价呢 跌到22美元的水平呢 那都开始是做反弹 那都显示着暂时 市场呢 未必是真的这么看淡 过油市 那大家可能都是 就是看回这个 就是油价 在短期里面呢 就是有没有机会是跌近呢 就是美国那方面 订出80美元 就会是增加过战略用的储备呢 这个水平附近的 那以恒指去看回呢 那我们呢 发觉呢 近日的走势呢 都仍然是反复的 那时呢 就叫做 有些叫反弹出现了 那但是呢 去到昨天 去到挨着十天线的水平呢 又是却步 没有办法呢 是进一步呢 是突破的 那最主要都是相信呢 那就是链�主局的 那些质量的那些质量 权量还没出之前呢 投资者也不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方向 也都不敢呢 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做一些是比较长线的部署 那所以呢 呢 看到昨天呢 利用15分钟图的即时图去看 恒指的确在昨天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技术形态 指数的顶部一顶高一顶去到曾经18862点 但是与此同时 RSI的同步是走弱的 顶部是一顶低于一顶 我们很多时候就说这些是一个红贝池走势 是一个短期见顶的现象 所以看到RSI红贝池出来之后 昨天的美市都走弱 今早来说港股是更加下跌 我们看看今早早的资金流 其实都显示着一件事 市场真的不是太过对后市放心 尤其是当美国需要进一步大量加息的话 其实在投资者的角度去看 现在每次反弹都是一个逃生满 而今早来说恒指跟回外围下跌 美股的跌幅令恒指低了142点 虽然那个跌幅就不算多 只是说是0.76% 1%也未够 不过我们看到今早早上 整体上在版面看到恒指 国指 科指 都是继续有资金流走的 虽然流走的幅度不多 例如恒指是6.5亿 国指是3.8亿 科指是2.4亿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 开市的时候走少少钱的话 不算是什么 但留意下我们所谓的坐博盘比率 或者是沽货比率 今早上是负数来的 那负多少呢? 是76% 71% 还有98% 其实显示着投资者 一年左右 看回整体成份股方面 都是以一个叫做沽为主 所以很大机会 在今天的市场 都继续向下不止 甚至有机会 再试一些短期的低位 尤其是当我们再看回恒指的日线图 我们会发现到一样东西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 3月的低位18,235 短期里面仍然有机会试上去 第一就是我们之前说 整个升浪的61.8% 已经是叫做 没有办法叫做收复到 通常来说 黄金比率 就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再加上之前20天线 是50天线一个市场交叉 我们就会说 整个回调 如果61.8%的升浪 是没有办法突破 即是站得稳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下跌空间 甚至是跌回到起步位 正正也是这个因素 令到我短期里面 都相信走势上 会跌回到之前的底部 18,235 这个位置 相信就会是在短线 就算可能 比如说是美国联储局的议息会议公布了 它的立场也不算是太过鹰派 指数也是有机会跌回到这些低位 所以大家来说 真的要小心 那么好了 今天来说 我相信 整个市场都会是比较 真的 有的 不会有太明显的 升跌幅度 可能就是早段时间来说 低开了140几点之后 会是 逐步逐步向下下跌 甚至是跌幅来说 是会扩大到200点的过外 但是去到这些低位来说 绝对相信是会 逐步逐步是叫做 守住先的 未必会是 下跌 四五六百点那么多 因为始终 今次那个联储局加息的 幅度来说 的确确都还是一个叫做 大家预期之内 不是一个 就是 大家突然之间看到 这些经济数据很强 而是突然之间就大幅要求 加息的速度和幅度是要加快 所以我想暂时的市场 都会是偏淡 大家就要在短期里面 继续审慎 观望为主 都是重复那句 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不是一个最佳的 博入或者是分身的时间来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